首先恭喜法国队时隔20年再次捧杯 而年末才评选的金球奖 因为这次年一次的重要比赛而提前提上了球迷们的议程 理性的球迷认为 法国今年力度世界杯冠军 格列兹曼和姆巴佩表现优异 是金球奖的最佳人选 而喜好风水论的球迷们则认为 98年法国是冠军 金球奖花落其达妹 而金球奖的前身就是法国人创造的 法国人拿金球概率自然是极大极大的 分析都非常有道理 但有一件铁正摆在眼前 自梅罗时代以来 金球与世界杯冠军 无关近代金球奖得主最后一个 与世界杯冠军有关的金球先生是法比奥卡纳瓦罗 他作为意大利队队长 成功在2006年高高举起大力舌碑 虽然当时很多人都嘲讽吃药 也能拿金球 为其达妹抱不平 金球后卫第一人2008年 是属于C罗的一年2007-08赛季 C罗为马连打入了不可思议的42例进球 并帮助球队分别获得英超和欧冠军 他个人也夺得了英超和欧洲两大金虚荣誉 这一年同样是杯赛年 欧洲杯的冠军是西班牙 拥有C罗的葡萄牙没有走得太远 但并没有影响到C罗展获金球奖及世界足球先生 2009年属于巴萨和梅西还有比六冠王更牛逼的事儿嘛 巴萨从5月的第一个杯赛冠军 到12月份的市巨杯冠军 半年时间里拿到了一个俱乐部 可以在地球上拿到的所有冠军 而巴萨的每一个冠军 都离不开梅西的身影 欧冠战决赛助攻小白绝杀切尔西 决赛为球队锁定胜局 市巨杯决赛加实在绝杀阿根廷大学生队 梅西的精彩表现已经不需要用进球数量来衡量 那一年的他获得了来自全球96名评委的473分 距离满分480分只有毫厘之差 其得分比例成为金球奖历史上第一 从此金球奖就玩起了二人状 2010年世界杯冠军属于当时如日中天的西班牙 这一年的欧冠军军是国际米兰 这一年的剧情球迷们大概还有印象 斯梅德拥有一个欧冠一个世界杯亚军 而哈维则比梅西多了一座世界杯冠军 然而将金球与世界足球先生和二维一的这一年里 金球照样颁给了梅西 2014年德国人拿到了第四冠 却无人拿金球 那一年的冰罗在世界杯的表现还不及梅西 但欧冠军军让他又增加了欧洲超级杯和世纪杯的两座冠军 这个自然年里出场64 打出了61球 助攻22次的经验数据 获得了最终的金球奖 梅西在那一年的出场64次进60球助攻17次 和C罗不相上下 世界杯上也有出色的发挥 然而世界杯亚军根本就没有光环加持 所以十年的斯梅德输得一点都不冤 转眼又到了2018 世界杯年C罗今年欧冠三联装 世界杯也有优异表现 如果不是因为转会到油文图斯 还有欧洲超级杯和世纪杯可以刷 而梅西今年获得了西甲冠军和国王杯冠军 该赛季打进34球12个助攻 从今年1月1号算起也有34场30球14助攻的表现 这两位也下半年只要没有重大伤病 进球和助攻只是个数字败了 反观格列兹曼虽然是世界杯冠军 四个进球中有三个试点球 唯一一个进球是门将送的 俱乐部层面虽然有欧联冠军 但一个西甲在季只有19球入账 你跟我谈金球 努巴佩在伐甲 虽然自然在季有13个进球 却只排到射手榜第14位 队内比他进球多的还有卡瓦尼28球 内马尔20球 就连快嫌有机会上场的迪玛利亚都有11球入账 这种俱乐部表现根本善不了天堂 世界杯上司力进球各个货真价实是没错 却不是世界杯金靴 得上带领的这支冠军法国 和之前夺冠的德国 西班牙同出一辙 每个位置都很优秀 但绝对没有一个冒签的 所以要想拿金球奖 光靠一个月的世界杯还不足以证明 你得在整年你保持良好的状态出色的发挥 让绝大多数的评委们扶你才行 不要动不动就说 姆大佩是下一个大罗 等他真正成为大罗再说吧 人家也是熬到21岁才拿到的金球呢